刚刚是VBA第一种形式就是输出 直接输出到储存格里面 按下按钮就完成 那在现在目前只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序 第二种模式就是说 如果希望我不要按按钮 我希望插入函数的时候 在使用者定义里面 在使用者定义里面会出现一个群组 使用者定义 那这个群组出现是你在VBA里面 有插入一个方选 它才会出现 那如果我希望这个地方有一个叫 刮壶自串函数 这个函数自己写了 把它按确定之后 会跳出一个资料 当我给它一个就是储存格的话 它会自动去帮我判别 这个资料 给我的资料里面到底有没有刮壶 如果有刮壶 就帮我把刮壶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如果没有刮壶就给空自串 像这个没有按确定之后 把它向下填满 基本上最后也可以做出我们样的结果 那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制定函数 要怎么做 第一个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跟上礼拜有讲过了 我把重点再复习一下 第一个的话 如果你要做出这个制定函数 一样Visual Basic 一样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东西先拿掉 假设 OK 我们需要先插入一个程序 记得是Function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叫做什么 刮壶 假设 刮壶自串函数 把这个输出到这边 按个确定 这个地方记得要选择Function OK 不能用Stop 因为之前有同学选错了 奇怪 一执行就没有 我一看就知道 这个地方一定要用Function OK 好 然后按一下确定之后 假设我们已经输出 再来就是说 它原来刮壶里面是空的 那这个刮壶是你跟使用者之间做沟通的一个桥梁 也就是说你需要跟他要什么 要什么资料 要一个资料 要两个资料 要三个资料 都是从这地方 如果一个以上的话 你中间加豆点 像上个礼拜 我们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中间加豆点就对了 那未来它就会显示出来 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因为这一体比较单纯 就一个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给它一个资料 这个时候呢 使用者会给你一个资料 那从什么地方呢 就是从这个A2储存格 好 那你 它给我资料了 那给我资料之后 我要做什么 其实 我一样嘛 它给我的资料 那我就怎么样呢 去找一下 反正不外乎就跟刚刚上面这个 刮乎自串的SAP很像 差别只是没有回圈啦 其实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拿这个来参考也可以啦 它给你资料 不外乎就怎么样 你先抓到第一个 前刮乎的位置 第二个 后刮乎的位置 第三个 逻辑判断一下 里面呢 到底有没有刮乎 如果没有刮乎 那什么事都不要做 OK 可是呢 如果有刮乎的话 那我就把什么 这个A跟B中间的资料 切 放在哪里 放 其实就return 返还给谁呢 给这个函数本身 所以基本上 可以不用重写啦 我把这一串拿来复制一下好了 贴到这边来参考 所以基本上可以 贴上 OK 那怎么改 记得哦 贴的时候不要贴到回圈 那因为它缩牌多 多缩牌的一个缩牌 所以你可以让它 就是把它倒车啦 按Tab是缩牌一个 如果你要让它倒车 你可以按Shift加Tab 让它回来 让它倒车一下 习惯上我是缩牌要比较工整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资料从哪边来 就是 之前的Sub 是直接去抓 储存格的位置 里面的资料 但是现在呢 它给我们的是从什么 从那个 引述里面 这个引述的资料 它给我 那我就丢过来 然后丢过来 所以其实Sales这边的部分 全部都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引述里面的名称 把它改一下 所以123 OK 那返还给谁呢 特别注意哦 可以上个礼拜重点 返还给这个函数本身 所以其实函数是有互动的 也就是说呢 它是透过什么 使用者给你的资料 你去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返还给什么呢 这个函数本身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基本上 改完 这样就完成了 那因为不像那个Sub Sub是一直跑 一直跑 跑完了 就结束了 它不会返还什么东西 反正它资料通通都丢到 那个储存格里面去就对了 那Function是最后处理完之后 再一次丢回去给函数 函数再看你游标放哪里 就把资料再丢到那个游标所在的位置 OK 好 那程式都写完了 所以基本上 那改什么地方吧 我就把这边东西 原来上面是SalesA 把它改成资料 所以改1123个地方 那返还的话返还给自己本身 所以基本上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其他大概都一样 但如果再归毛一点 也许这个数字 再把它改成1234就好了 好 少一个 OK 好 那做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测试一下 特别需要不是从上面执行 一定是从什么 这个地方 我们一样 插入一个函数 有没有放这边 插入一个函数 刮无自串函数 OK 然后给它一个资料 按个确定 然后向下减码 不过 你会发现 问题又来了 刚刚呢 看到的 当然我们 如果没有来 你会发现 这里面它给的是零 可是 实际上 当然你会看到一个零 基本上应该是怪怪的 不太应该是给零 那为什么会给零 因为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程式里面 如果 什么事都没发生的话 它基本上就跑不到里面了 那跑不到里面的话 它就会给它一个预设值 预设值就零 好 那怎么办 其实这边的话 当然因为这是一重回圈 一重回圈 就会跑不到那个 如果找不到了 所以另外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多一个动作 多一个叫else 反之的意思 反之的话呢 再enter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条件为处 它就跑这边 反之呢 就跑这边 就是说 如果上面是找到 else就下面是反之 就找不到 那找不到做什么呢 很简单嘛 把这个怎么样 给它一个什么呢 空置串串的 OK 也就是说呢 找到是执行上面的 找不到 就执行下面的 那我们这样改一下 多一个什么呢 多个else的一个 反之的判断 那做完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做完之后 你再把它打勾啦 有没有 马上就得到 我们要的结果了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啦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等于是多了一个 所谓的二重 两重的逻辑判断 那这个也是 我们下一个单元要讲的 逻辑函数 不过也快讲完了 所以后面有一重的 跟二重 还有多重的 所以你有很多啦 不止两种 很多种的逻辑判断 那该怎么做 待会来讲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来画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制定一个什么呢 刮胡自创函数 所以这个也是 上个礼拜有提到的 如何制定函数 如果上个礼拜的制定函数 又有一个 多一个范围嘛 就是如果说当然你不止资料可能好几个的话 那你可以一次刷一下 它全部都帮你一次性做完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说一下 最后做完的那个程式当然在云端上下 我建议还是可以的话 你如果第一次也许你可以先复制贴上 先转一下看看OK的 第二次的话你可以把重要的东西删掉 有些地方你可以自己再试着重新打过 然后体验一下 那其实说真的到 你大概多体验个几次 以后这东西就非常的熟练 因为从我们第一次上课到最后一次上课 其实做来做去都跟这个很有关系 那只是说后面的课程会把程式越来越复杂 然后呢可能使用的函数慢慢会偏重在其他方面 也许第一前面会是文字与资料 第二的话就是也许我们再来就是逻辑的部分 偏重在逻辑 再来第三个就是日期与时间 再来就是数学跟统计 再来就是检视与参照 所以慢慢慢慢的会再增加其他类型的函数进来 那其实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学的 只是给各位一个方法 特别注意就是尽可能你是学的是 使用这些函数的方法 而不是去死背他 这些东西都活着啦 其实你只要知道那些方法原理原则之后 即便你没有用过某些函数 你其实基本上很快也可以知道他该怎么用 当然这地方如果说你需要一些更多的练习的话 其实在我云端上也蛮多其他的那个补充资料 或者是说在我们好像有一本上课的参考用书 那个468招那里面 你有非常多的练习范例 如果你当然要想把e-sale给彻底的练到某一个等级的话 其实把那些通通都熟悉 我想基本上也已经非常的足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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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可以 用那个